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进展很快 高炳竹,百里红毅,伍思月等主演纷纷登场 且人物特点鲜明 各方势力在案件中互相拉扯和纠缠 如此扑朔迷离的剧情 真的让观众看得是欲罢不能 而最近大家讨论最多的 当属王一博扮演的百里红毅 作为主演 王一博温文尔雅 可以说是风度翩翩 演技也一直在线 不管它是品鉴美食时的沉醉享受 还是得知告密者妇女已经死了的意外和诧异 王一博的台词还是微表情都可圈可点 俨然是全剧的演技担当 近日 宋毅在宣传风起洛阳时 他表示 这两天朋友圈讨论风起洛阳的小伙伴特别多 但是如今该剧剧情还没有正式铺开 关于告密者这一部分的线索还没有完全展现 但我就是不会给他们剧透 当然 让我眼前一亮的当属王一博 演技可圈可点 也特别的有可塑性 哈哈 随后 宋毅表示 风起洛阳 爆火 起初王一博犹豫要不要演 但是被我一句话轻松搞定了 对此 大家也是八卦 而宋毅透露 我告诉他不要犹豫 也不要纠结 万一你不答应 导演请来郭麒麟 张艺兴他们 你就后悔了 到时问剧透都要发红包 哈哈 这回复笑翻全场 不可否认 评分虽然能够对于风起洛阳 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并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也期待着王一博 在剧中的优秀表现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